老铁们,我是石头 今天我们用培根做个好吃的 拿了一片培根对齐 然后从中间对半切开 再取适量洗干净的金针菇 把老的根部切掉 用培根把金针菇卷起来 卷的时候 我们留意一撮金针菇的棱角 让培根连接的地方正好在金针菇的棱角 这样卷好的培根卷不容易散开 我们把所有的培根卷都卷好放一旁备用 下面调料汁 加一勺生抽 三分之一勺老抽 半勺蚝油 一点点鸡粉 然后加半碗清水 再搅拌均匀 我们再来调一点淀粉水 用半勺淀粉配半碗清水搅拌均匀 拿一个平底锅 撒少许油 然后加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 加点蒜末继续炒香 接着把培根卷整齐白放在锅中 小火煎一分钟 然后把料汁淋在上面 轻轻晃动防止底部糊掉 三分钟后轻轻地把培根卷翻面 把汤汁淋上 让培根卷多吸收一些汤汁 再过三分钟 我们把淀粉水淋在上面 小火煮三十秒就可以出锅了 把培根卷夹出来在排中摆放整齐 淋上汤汁 这道金针菇培根卷就做好了 非常的好吃 光汤汁就很下饭 太赞了 喜欢的老铁可以试一下 石头美食每天一道家常在 喜欢的老铁记得点赞关注